美国心脏协会西埔分会昨晚在洛市举办年度晚会 并且表扬在过去一年中贡献突出的志愿组织和个人 落成18台因长期支持亚裔社区的心脏病防治活动 而获颁传媒事业奖 这也是全美首个获得这类奖项的亚裔语言电视台 心脏病、中风等心秀管疾病 已成为美国民众最主要的死亡原因 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高达83.1万人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美国心脏协会及其下属的美国中风防治协会 联合了全美各地的志愿机构和个人 长期致力于心血管疾病防治知识的普及工作 为了表彰这些志愿人士的杰出贡献 美国心脏协会西部分会特别在年度晚会上 向这些志愿人士颁发了表彰奖状 作为南加地区最大的多语言电视台 落成师吧台与美国心脏协会 已经进行了长达9年的合作 并参与和报道了美国心脏协会 所举办的一系列活动 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因此获颁传媒事业奖 这是全美首个获得此类奖项的 亚裔语言电视台 也是洛杉磯地区此次货班的 仅有的两个奖项中的一个 LA-18 is getting a very prestigious award that really recognizes all of the commitments that you've shown to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over the nine years helping us to reach the Asian community Tonight LA-18 is being honored with the Communications and Cause Marketing Award and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for the past nine years in supporting your mission to build lives free of cardiovascular and stroke 美国心脏协会希望 有更多的人参与到 心脏病防治活动中来 并能够在2020年之前 完成将心脏病死亡率 降低20%的目标 落成18台记者陈晨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